他可以进门以后就开始吃饭 吃完饭也就放手机 坐在沙发上就什么事都没有 在家里里面他只有一个手机就够了 如果我再跟他多讲两句话 他就叫别吵 他玩手机是玩到晚上一两点钟 你的头发已经落了差不多了四多岁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熬夜 他就说我唠叨 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 包括太阳冷屋顶上的东西 厨房里面的什么龙头啊 热水器啊 煤气灶啊 包括煤气管 坏了半年 到现在都没换 我觉得他那个心不在这个家里面 他说的对 可能琐碎的事太多了了 家里基本上我没管 没有精力去管这些吗 也不是没精力 做事可能比较拖拉 我能理解为是对家庭 日常事务这些事不太关心吗 应该是 你自己感觉就这些年来 你为这个家 你需要你为这个家更多地去操心吗 还是有他在我就特别地放心安心 肯定需要的 那为什么 我自身的原因 不是很负责任的嘛 所以赵欣欣欣你到底有没有那个 我愿意的那一部分 所以他说的我都认同 因为我知道自己确实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对 想过去改吗 或者说调整吗 过多停留在想嘛 做的方面还是比较缺失嘛 知道自己有缺点不去改 而我呢就脾气比较暴躁 我说我不是无缘无故暴躁的 我说你给了我太多的怨气 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自己是很多错了 但是我有些地方改不掉 他的意思就是把我让在一边 或者原来 我肯定会拉着他不放 跟他紧草 就要讨个说法 现在我也觉得没必要了 我们两个都是对方不挣赞 再这样下去我就准备搬走 也没见心不烦嘛 真真草草 分分合合 有点厌倦了 如果照这样下去 可能就真会走到那一步 任何人都不会向这种事情发生 对于万女士来说 她可以独自一人承担家庭重担 但她无法忍受丈夫 连她的人身安全都漠不关心 丈夫变成这个样子 令她失望至极 也令她彻底寒了心 而赵先生一遍一遍地表示 妻子是对的 一次次地承认 错在自己 却依旧不去做任何改变 她似乎很消极 在事业上 她没有干出名堂 在家庭中 她没有地位尊严 她已经破罐子破摔 心晦意冷 两人已经走到互不搭理 相互漠视的地步 而观察员武运 也明显感受到了 他们内心的绝望和放弃 她决定 先点醒赵先生 先点醒赵先生